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192集 那去返航吧 乔木有点无奈地收回视线 返航 可是 现在返航 怎么可以呢 且不说我们有多困难 才来到这里 要是我们走了 九儿怎么办呢 乔木 越是困难 我们越不应该 弃九儿不顾而返航 不是吗 这是九儿的意思 乔木浅叹了一口气 要只有他一人 他哪怕是丢了性命 也不会往回走 可除了他 还有很多很多兄弟 小樱桃皱眉 凝视着乔木 九儿的意思 乔木 环视了四周一眼 点点头 对 九儿说 要是闯不过 一定要返航 兄弟的性命 是最重要的 那是给我和赵玉生的信 九儿不再 我和赵玉生的命令 就是军令 为令者 军阀处置 就算是军阀处置 我也不同意返航 一个兄弟大声 大声喊道 我也不同意 另一个兄弟 大声应和 不同意 不同意 大家不约而同的 都喊了起来 乔木看着大家 也十分感动 可这么多兄弟的性命 他怎么能不当一回事呢 最终 乔木的目光 来到了赵玉生身上 赵玉生看他一眼 拿着罗盘 回头 看着天际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再献算办法 星子州 去通知冯一南 你负责前方船只的兄弟 他负责后方的 用最短的时间调查清楚 谁愿意继续前进 前方的阵法 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到办法 这一战 一旦失败 大家很有可能会葬身黑谈 告诉他们 回去 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 回去 也是救儿的安排 让他们别有心理负担 赵玉生 乔木瞪着赵玉生 轻簇着眉 要回去 和要往前的兄弟 分配到不同的船上 赵玉生 并没有理会 乔木的话 一个时辰之后 星子州和小樱桃 带着大家返航 我和剑义 带着其余人 继续前进 赵玉生 看了天际好一会儿 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双眸 乔木 你要走要留 你自己决定吧 我不要烦毫 小樱桃 看着赵玉生 大声喊道 我要去找九儿 我不要回去 他在着急往前的时候 行子州 行子州牵上了他的手 小樱桃被迫停下脚步 抬眸对上行子州的目光 行子州 我喜欢你 可我不能丢下九儿 不滚 你带兄弟先回去 等我们凯旋回来 我一定会嫁给你的 行子州 牵了小樱桃一把 将他搂入怀中 你不走 我也不走 不管你会被目过 还是去凤族 我定会相随 小樱桃在行子州的怀中 气息渐渐安定了下来 行子州在他的脑袋上 亲吻了一下 才将他放开 我坐视去了 你和乔木在一起 别到处走 嗯 好 小樱桃 看着行子州点点头 行子州给了他一记 安心的目光 转身 往船长方向走去 行将军 我不走 你别问了 好 行子州汉手 一脸严肃地 环视了大家一眼 刚才乔将军 和少当家的话 大家都听见了 一个时辰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也不知道 多想想自己的家人 千万不要一时逞强 后悔重申 我相信 哪怕选择往回的兄弟 也是英雄 大家 不急于给我答案 半个时辰之后 将你们的答案 告诉船长便是 行子州将该说的话说完 局部往另一边而去 乔木看着聚在一起的兄弟 再看着到自己身边的小樱桃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乔木 我知道 你也一定不会选择回去 是不是 可这是九儿的命令 怎么办 这是赵玉生的安排 要怎么办 问他去 乔木回头看着赵玉生 深吸了一口气 举步往前 赵玉生 到底是什么阵 将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看我们能帮些什么忙 好 稍等一会儿 赵玉生 淡淡回应了声 并没有回头 乔木和小樱桃过来 站在赵玉生的一左一右 站在不远处的剑衣 看着凤九儿 有可能出现的方向 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半句话 船只继续往前 并没有因为天色的阴沉 影响了往前的速度 不到一个时辰 行子州 回到了小樱桃身旁 看着赵玉生 问了所有的兄弟都愿意前行 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回头的 赵玉生 现在什么情况 有什么需要兄弟做的说吧 大家都在等候你的命令 好 将所有的铁链揭开 赵玉生蹙了蹙眉 说道 当初不是你说 要将所有船只 拴在一起的吗 小樱桃皱着眉头问道 你担心 一艘船遇见 会连累其他的船 行子州握着小樱桃的手 视线依旧在赵玉生身上 是的 找三百个懂谁信的 内力也好的兄弟 上这艘船 其余的船只 半个神识之后 准备停航 赵玉生 你打算咱们 先带三百人去破阵吗 乔木错没问道 是 要是有办法 三百壮士已经足够了 赵玉生 解下腰间令牌 侧头看着乔木 乔木 也解下了自己腰间的令牌 赵玉生和乔木 互视一眼 转身 面向船上的所有人 杏子周 小樱桃 听令 赵玉生 手持令牌 大喊道 乔木 手持他的令牌 与赵玉生 并肩而立 凤九儿曾经说过 他不在 大家必须听从 赵玉生 和乔木的命令 现在 两位大将军 都拿出了令牌 犹如 凤九儿在场 小樱桃 着急得很 却还是被 行子周牵着 来到了乔木 和赵玉生面前 跪了下来 行子周 小樱桃 现在我和乔木 以九儿的身份 命令你们 带着其余的兄弟 半个时辰之内 停航 我不 我 小樱桃 抬起脑袋 他刚想说出口的话 还没有说完 行子周 便捂上了 他的唇 军令里面 有规定 若是不服从 上级命令的人 不管什么道理 先打二十大板 再说 行子周 怎么可能愿意 让小樱桃 受这种苦呢 此时 他能做到的 唯有阻止 小樱桃 说下去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